然後呢給一個seql 語法 seql 語法之後的話呢再把資料call到那個A1的數算格 然後再把它close掉 OK好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查出來 在地址裡面有中校東的這個關鍵字的 通通都會查出來並且幫我把它call在這裡面來 利用這樣的方式除了說你可以把資料放在那邊之外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再查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比如說讓使用者什麼查詢 那查詢的話呢當然也可以啦 這邊我想各位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沒辦法講得太深 比如說這個這個關鍵字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再加一個input box啊 按下去請輸入關鍵字 他也可以自己再去查嘛對不對 按下去你就關鍵字打上去 按個確定之後他就取得這個變數嘛 把這個變數 放在什麼呢這個字串裡面 他就去查到你要查的關鍵字 這個變化就很大了 那甚至你input box一個不夠用的話 下面後面我們會講用表單的方式 你可以多一個反正跳出來一個表單 然後讓他填一填 根據哪一個欄位要做查詢 按確定之後 也是一樣可以做很多多樣的查詢 這樣的結果其實對一般的 辦公室應用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就已經很足夠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 給各位做個補充 特別注意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重點 第一個 這個connection suite 如果你懂得connection suite 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源的話 其實無論後面你是怎麼 哪一種資料庫 都一網打進了 這裡面的話都有了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裡面的這些 基本要修改的部分 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把它當sample 稍微了解一下 那Seql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請自行再去了解 看看坊間有Seql相關的書籍 你就買個 比較簡單的 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說 怎麼去做修改 那其實除了說查詢之外 還有所謂新增 修改 刪除 因為我們這sample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後面 幾個 除非是要有時間 不然的話也講不完 因為 新增修改刪除 其實也道理是一樣的 你只是說 他也是取得 看你要放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什麼 又多了一個表單 對不對 然後使用者填完那些 地址之後的話 他會按確定 確定之後你就把這個資料 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而已 就是大概這樣 那修改的話 看哪一 哪一筆資料有問題 調出來修改一下儲存 或者哪一筆資料不要 跟他講說哪個ID 關鍵是ID 然後就把眉筆刪掉 其實這些都是 一般性應用還蠻廣泛的 所以請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